互聯網的普及帶給人們許多便利 上網已經成為大多數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但是您聽說過上網也需要證件嗎? 這件事就發生在當今的中國 其實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有形與無形的雙重監牢之中 那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期節目我們就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7月26日中國公安部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發布一份公告是關於計劃實施網號和網證的制度 這意味著中國是一多網民可能在未來 要網證與網號才能上網 這個消息在信息管理嚴格的中文互聯網上 引起巨大反響 包括清華大學教授在內學者也提出了質疑 那麼什麼是網證和網號制度呢? 就是北京政府以資源為名 對施以網民統一合法證件 首先需要登記真實身份 通過驗證之後 就會獲得一張帶有網號的電子網絡身份憑證 之後民眾必須下載一個 名字叫做國家網絡身份認證試點版的APP 具備這一切之後 民眾才能登陸互聯網 雖然這個徵求意見的公告明確反饋的截止日期是8月25日 但是這款APP已經在中國多個手機應用商店上線 包括10個政府開發的APP和71個互聯網APP 例如淘寶、微信與小紅書等 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博士說 雖然中國政府表面上說是自願的 但是這種自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因為所有的平台都會強制執行 當強制執行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下載這個國家網絡身份認證的APP 這個APP一旦植入你的手機 這個手機上所有的行為 包括你開車到了哪裡、照了幾張照片 你與另一個人通話內容等等 中共都知道 所以說等於是強制在你手機上 置入一個間諜軟件 對你進行監視 再有 政府宣稱說 有了網證之後 當你使用其他平台 就不需要提供姓名、住址、手機號碼等等 其實 政府是把最有價值的個人數據 從這些平台移到了政府手中 由政府來集中管控 美日觀察博主王健也認為 中國政府是雙管旗下 現實空間用攝像頭 虛擬空間中用網號來加以追蹤 類似於健康碼 所謂的健康碼 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推出的個人健康信息 活動信息追蹤的研判系統 由個人自行網上申報 經過後台審核以後 即可生成屬於個人的二維碼 去哪裡都需要帶著這個二維碼 也就是民眾出行通行的電子憑證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勞東諺在自媒體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說 現實空間中是用遍布各處的攝像頭 加人臉識別 虛擬空間中 則用網號來加以追蹤 並且用網證來對人們利用網絡的行為 進行管控 形象的說 網號與網證制度 類似於健康碼 是健康碼的升級版 在自理思路上如出一折 只不過是將健康碼常態化 用於對正常社會的治理 這種常態化的運用 從社會風險來說 無疑比疫情期間的健康碼更甚 當初對健康碼的使用 所出現的各種問題 幾乎都可能以相似的形式再次上演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表示 到2022年 中國視頻監控攝像頭部署量 已經達到27.6億台 近14億中國人 平均每一個人有兩個監控探頭 現在大家看看下面這個視頻 中國官方宣稱 全國監控無死角 老百姓一舉一動 都在嚴密的監控之中 屏幕上顯示的是 全市範圍內的攝像筒 中國已經建成世界上 最大的視頻監控網 視頻鏡頭超過2000萬個 這個叫做中國天網的大工程 是守護百姓的眼睛 老人離家已經四個小時 黃偉根據他的步行速度推算 在電子地圖中 確定了一個5公里的重點搜索範圍 即便是這個範圍 既然大約有10萬人 必須依靠中國資助研發的 新一代人臉識別智能系統 重點區域的近千個攝像頭 將實時抓拍的每一幀人臉畫面 發送到指揮中心 後台系統進行照片比對 每秒上萬幀畫面 數千萬次的運算 這種超強的識別和計算能力 是人工無法具備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人臉相機 老人只要經過我們這個抓拍序 他的臉部照片就會被拍下來 我們後台就會知道他在哪裡 河北保定是一所學校教室天花板上 布滿了監控 每個學生頭頂一個攝像頭 360度直拍學生的一舉一動 這個是我的司法教室的正常配置 攝像頭和出戶桌面應該是配套的 這是我們正常的教學設備 我們再來看一看中國學校的提影系統 即使是一條飛虫 都逃不過系統的眼睛 真的是令人大抵眼睛 我們今天來探索一下 神秘的智慧校園的後台 就是學校推演系統 我們看一下 各學校是被這個 攝像頭全部覆蓋和包裹的 並且是兩秒一切塊兩秒一切塊 你看這邊有人在經過的時候呢 他這個系統就會跟隨 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可以看到每個人 那麼這邊就更先進來 這套系統呢 這邊是教室食堂 教室跟食堂的 那麼這邊呢是校園法律的 校園法律是彩色的 你看可以說 連一個蟲子都逃不過這套天影系統 這邊有蟲子的時候來 這個系統就會自動跟隨 這邊有人自動會去到下一個系統 下一個畫面 並且呢是360度旋轉的 在中國不僅僅是各類監控 無所不在 近日一名大陸網友發現 自己家中電視機也被監控了 因為家中電視有些卡 他查看系統後發現 電視每個十分鐘就掃描家中 所有連接網絡的設備 之後會自動傳出去 讓它感到非常的恐怖 一名大陸網友23日在社群論壇 V2EX發帖說 近日覺得家裡電視卡卡的 看了一下都有什麼後台服務開著 一查之下 赫然發現有個東西叫勾正數據服務 該網友說 電視是安卓系統 抓包研究了一下 發現這東西 每隔十分鐘掃一遍家中所有的聯網設備 把hostname、Mac、IP 甚至網絡延遲時間全傳回去了 還探測周圍WiFi名稱 錄介面卡位置 也打包傳到這個gzdata.com的域名 該網友表示 也就是說 家中不論有什麼智能設備 手機有沒有放在家裡 誰到他家來連接網絡 甚至周圍鄰居WiFi叫什麼名 隨時都被蒐集資料上傳 8月13日 一位網友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案例 他同時中午 在電腦上登陸著微信 忽然電腦就被別人遠程給操控了 中國人的一切活動 都在中國政府的監控之中 如果需要抓捕一個政治犯 可以立刻找到他們的位置 並且快速予以逮捕 如果發生人口販賣這樣的罪案 卻永遠都沒有辦法破案 因為人們知道 這些攝像頭是政府用來監視老百姓的 而不是用來服務大眾的 例如下面一個視頻 在中國一名視頻博主說 他朋友上午給以色列捐款 下午就被警察找上門 警告和做筆錄 今天上午我有一個朋友講到 自己昨天上午給以色列捐完款 下午警察就找上門了 做了一個筆錄 還給了一個警告 說實話 我聽完只覺得荒誕可笑 在中國沒有任何隱私可言 因為我問他了 他沒有留下手機號碼 還有任何家庭住址信息 但是警察卻能夠立刻找上門去警告 我覺得在荒誕可笑之外 還感到十分的可怕 在現在這樣的技術之下 好的技術讓壞人利用 確實是令人擔憂 在中國不要去做有思想的韭菜 也不要去做特立獨行的豬 說真的 同志者恨不得每個人都做那個 看到屠宰場 進了新設備還拍手叫好的動物 所以說 這個國家我相信 全世界人們都知道 我說出來大家都知道 我不說出來其實大家也知道 所以說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走的趕快走 不能走的就閉上嘴巴 什麼都不要說 要不然就是等待時機 另一個案例是一位大學生分享 他在滿是監控的地鐵站 被兩位老人偷走手提袋 但是警察卻讓小偷跑了 一位網友說 中國監控只為維穩 不管救助 正如一位警察所說的 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 是為法律服務的 為黨國服務的 2023年12月18日下午4點32分 在鄭州東站地鐵口安檢處傳送帶上 我的包被一名60歲左右老夫人拿走 她就在地鐵刷卡的閘機處 將自己大背包打開 將我的包迅速藏在她的包內 這是她丈夫用身份證刷地鐵卡 但是刷不開 這個時候我就在他們身後尋找我的包 可是偷包的老夫人因不會乘坐地鐵 就在我旁邊站著等待 之後她丈夫去找地鐵工作站工作人員 與車站警察 詢問如何買地鐵1號線的地鐵票 也就是說 我在和地鐵工作人員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 廣播上也同時在播放 尋找手提包的時候 偷東西的人就站在安檢處 而且在我旁邊站著 6點50分我到派出所做筆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早已離開現場不知所蹤 唯一的線索是 他們拿著好多大件行李 可能是剛從鄭州東站下車 準備乘坐地鐵1號線去火車站 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而且鄭州東站地鐵站監控很多 安檢處更是監控無死角 拿走的全過程以及藏匿的過程 被開閘口的監控拍得清清楚楚 刷身份證無法進站時 他們也將口罩摘下在下巴處 人臉也被清晰地拍到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 光天花日之下 眾目睽睽的監控下 會有人在安檢處偷東西 不是老人變壞了 是壞人變老了 2022年華爾街日報 兩位記者李兆華和麗莎林 曾發表一本新書 名為《監控國家 中國尋求開啟社會控制新時代的內幕》 這兩位作者通過多年追蹤報道 披露中國政府嚴厲地監控中國人民 所發明的四項科技組合系統 一 建國家數據庫 中國政府通過科技手段 利用複雜的國家數據庫 連接公民的身份證明文件 面部識別數據 指紋和個人旅行歷史 建立新的政治控制機制 二 加強行為監控 中國利用中國科技公司的安全設備跟蹤手機 解密私人發布的消息 並監控線上購買行為 三 打造監控系統 科技企業華為 商湯科技等眾多的中國公司 被政府授權生產龐大閉錄電視網絡 包括能夠及時分析的人工智慧軟件 組成不受中國法律體系 和新興數字隐私代碼運輸的監控系統 四 捆綁西方科技 英特爾、IBM、西捷、斯科等西方公司參與 在監控技術上幫助中國公司 北京政府對中國民眾的監控不僅僅在中國 現在更是發展到了監控海外華人 2024年4月17日 美國起訴了中國警察和網信辦官員 雖然他們大多數都不在美國境內 是通過網絡再翻案 所以抓不到人 然而 這起案件曝光了中共的間諜監控手段 已經通過網絡技術全面滲透到美國 不但有大批網絡警察生產大量假帳號 還發布假信息來攻擊騷擾海外人民 美國聯邦檢察院的紐約東區辦公室 在4月17日起訴了兩項刑事案件 這兩個案件不但都跟中共有關 而且還會重創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滲透 第一起案件是美方起訴了40名中共公安部的警察 以及兩名網信辦的官員 理由是因為他們涉嫌在社交媒體上 使用大量的虛假帳號來攻擊騷擾移民海外的中國人民 那這些海外中國人的政治立場和言論 讓中共官方是覺得不滿 同時 這批人還涉嫌在2020年 通過了視頻會議軟件Zoom 來破壞一場紀念六四天門事件的研討會 而且 當時Zoom公司裡頭的一名中國員工 還接受中共當局指揮 不但在Zoom上阻斷了四場六四紀念會議 還把這些與會者的名單 電郵和IP位置等等 個人信息傳給中共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您記得點贊 訂閱 留言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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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